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次说过 把上海总工会的狗冊队的武装力量完全瓦解了 当然很多人被抓 很多人被杀 所以在1927年民国16年4月12日上海清党之后 浙江各地就纷纷响应 其中以灵温台的防守司令王俊最强硬 他下令解散凌波总工会 暴杀共产党徒 其他如嘉兴苑的党部被毁坏 在这个永家地区 亦出现当地民众对共党分子的所谓洩奋和报复的行动 亦非常激烈 到了4月27日 杭州各界民众在欢迎李列军的大会中 通过护党救国通电 要求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武汉 以及请中央军事当局彻底撲灭共产党的决议 浙江青党运动就到了一个巅峰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一定是杀人的了 通过护党救国通电 要求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武汉 这个武汉是什么呢 就是汪精卫领导 暴罗亭在幕后控制的 国民党的武汉政权 国民党已经见到南京 武汉又一个,南京又一个 就是所谓的灵汉分裂 这个时候还未解决武汉的问题 所以去到浙江甚至可以激进到 要求这个国民政府 当然只是南京的国民政府 讨伐武汉 讨伐武汉不只是讨伐共产党 而是讨伐武汉的国民党政权 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来说 那就是偽政权 要军事当局 彻底撲灭共产党 于是去到这个地步 浙江的清党运动 就到大一个巅峰 当然 如果没有这个军事力量做后头 在浙江的民众 反共的民众 也不会 那个情绪去到这么高涨 是吧? 因为你可以打才行的 所以这个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 在南京复会之后 首先在4月17日召集的74次会议当中 对浙江党政人员重申任命 那这个是浙江 无论是国民党的党务 或者政务 以前呢 就被共产党人所把持 那现在 国民党 是吧? 凭借着这个 即是国民革命军的力量 就来到浙江了 是吧? 那当然是 昌江子的主席 是吧? 重新任命浙江的党政人员 包括什么呢? 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的委员 就有哪几个呢? 张仁杰、蔡宗正、蔡元培、何应音、周凤奇、庄重宝、陈奇彩、马聚伦、蔡孟伦、邵元聪、朱家驊 这些都是匡匡声的民国人物 是吧? 有政界、有军界、有学界 比如这个蔡孟伦做过北大的校长 蔡元培又做过北大的校长 那这些是学者 张仁杰是国民党的大佬 是吧? 蔡宗正、何应音就是军人 是吧? 这个就是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的委员 浙江省务委员又有 马聚传、蔡宗正、邵元聪、蔡孟伦、朱家驊、徐鼎年 张世卓、黄仁望、孙学高、蔡百成、周佩针、陈震军、周国、陈希浩、陈志怀、阮殉伯、陈奇彩等人 去到兼省厉众、陈志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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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正人士的重新偏配 但这些人全部都是中央级的 因为很多都是浙江人 在浙江就这一班 接着说福建、广东又是另外一些人 中央政治会议国民党、浙江分会 在4月25日正式成立 省务委员会也是27日开始办公 各级党部的特派员就在30日召集第一次会议 推选常务委员和各部部长之后 就开始着手各院党部的整理 根据陈希浩对中央的报告 5月2日后各级党部就开始办公 浙江清党运动的目标于是就达成 所有过去控制着浙江的共产党道 特别是孙中华、安体成这两个首要分子 共党首要分子 就已经全部被暴杀 抓了之后杀了 刚才说孙中华之前还在三月份 一个月货仔 这些过去控制浙江党政的 这些共产党的首要分子都被暴杀 暴就是拘捕、杀 真是杀了他 暴杀也不用说了 哪有得审 那是在打枪的时候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国民党也杀不少共产党人 当然共产党也杀不少国民党的人 在清党的过程里面 基本上是因为用军事的力量来清党 都已经不是说国民党的相关的 譬如清党委员会开了会 达成一些决议 或者通过条例 然后执行清党 然后就去劝他们 你回头是岸 改过自身 不是这样的了 基本上是杀人 那这个浙江就完全可以控制了 那些首要分子都经过暴杀 是吧 人事 党政人事又改造 是吧 那这个就是关于浙江省的部分 接着呢 第二个省要讲的 又是很重要的 就是福建 浙江和福建在隔离而已 所谓的 其实中国的省份 它是有很多简称的 有很多人是搞得救命的 比如浙江就叫做浙 广东就是月 是吧 这个安徽就是碗 所以就有碗系 军阀 这个山东就叫做老 是吧 江西就叫做公 是吧 很多人是不知道 你这些简写 大家一定要学 我告诉你 是吧 起码要记一下 是吧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这样说 那简写 一个字而已 福建 就是敏了 OK 这个福建省党部 也是 共党的江董琴所筹办的 即是说你容共期间 国民党 容纳你共产党 共产党 共产党 跨党 加入国民党 共商革命大业 是吧 是吧 但是你里面 你就自己搞自己的党团 这些前面也说过 但是当时 这些所谓的共党分子 它都是国民党员 是吧 因为它用跨党 加入国民党 所以很多国民党的地方党部 那些负责人 或者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 都是共产党 是吧 很多军队的政治部主任 都是共产党分子 因为大家要各共合作 是吧 所以有些职位是给他们做的 所以福建省党部和浙江都是 是吧 一直以来的党部 国民党的党部 是被共党分子所控制的 福建省一样 福建省的国民党党部 是由共党分子 江董琴所筹办的 是吧 那后来就因为福建地方 就是反对这个江董琴 那他离开了 但是筹办就是他筹办 成立这个福建省党部 那中央呢 国民党中央呢 就派这个许卓言来设办 是吧 那这个许卓言呢 也都因为扮理登记的事情呢 就和党内人士意见不合 后来就搞到这个党部分裂 于是呢 中央就下令 中央这个组织部呢 就下令取消福建临时省党部 就派这个丁超五呢 就做这个福建省党部的筹备主任 是吧 那然后另外有几位筹备员的 就包括马息财 林瑶佳 李培栋 是吧 那重新呢 去筹备这个省党部 那在这四个人里面呢 这些筹备员呢 四个人里面有三个是共产党的 是吧 包括这个 就是 就是 马息财 李培栋 都是共产党徒 那所以在筹备期间呢 就共产党呢 就已经是等于和国民党 就是平分秋色 就是 就是 四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共产党的 就是 就是 马息财 李培栋 都是共产党徒 那就是四个人里面 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平分秋色 是吧 去到这个 就是 十五年 民国十五年 就是1926年的十二月二日 这个东路军 就是北伐的东路军 就克服覆奏 丁超五呢 就在十二月十四日呢 就去到这个福建就走职 做这个福建省的负责人 去到那里走职 十六日就开第一次的筹备会议 那就已缺这个筹备处的组织大綱 那有秘书处组织委员会 宣传委员会 妇女运动委员会 青年运动委员会 农民运动委员会 商民运动委员会 工人运动委员会 八个部 那就分配职务的时候 这个共产党人呢 马息财就获得 组织青年妇女三部 另外一位共产党人李培彤 就得到这个 就是农民运动委员会 和工人运动委员会 两个部 那另外呢 林瑶佳担任宣传商民 丁超五就是秘书处 那其后呢 这个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何玉书 是吧 就觉得这个省党部 主要五个部 都是共产党分支把持 就非常危险 于是就向这个筹备处的负责人 丁超五就提出警告 喂 喂 不行啊 太多共产党了 那当时就是大家合作的 是不是 但是合作得来 其实就已经 茂合神来的了 另外一方面 那些北伐军也都杀到你 是不是 因为国民革命军 也都尽占福州 是不是对共产党 即是把持福建省的党部 是不是应该要有所警惕呢 那大家就在想这些问题 好 休息一会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我来愿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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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注 谢谢大家